好,今天跟柯P去孤車 我們開在NA 好不好,NA Salon NA Salon Tuber,我們要去中立孤車 你要開嗎? 洗起來怎樣? 還不錯,但是底盤還缺乎有什麼 缺乎有什麼? 你覺得是什麼? 傻瓜,還是便宜,稍微滑滑滑滑 這個盤有聲音就對了 所以車都是要開的,不就是不用開 這樣買回來說,很好都不用開 好,中立試車回來的結果 好,再頂起來檢查一下 聲音速創,可以讓全家人開 五分鐘,初一月要在書中 Otherwise,這個動画是由CIOC自動車 輪到公開的廣播 是由CIOC自動車 看到公開的廣播 是自助理,請送人 這個中立把它收回來了 其實它收回來時間點跟那個老可 9.2的Salon Corona的時間點 進來的時間點差不多了 因為小池一直從以前就很喜歡這一台車 喜歡它的原因吼 吾輝是第一個它是美規的 所以它的安全的性能配備啊 也好 還有車身板件的這個耐用程度啊 車子本身的妥善具耐用度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一代為什麼小池特別喜歡呢 除了待會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型非常的好看 以外 它也改正了很多前一代老可的缺點 例如說門板改成塑料的 那塑料的就會不會造成說你時間久了 還有呢 它也改了新的這個1.8的VVTi的 連續可變氣門的引擎 也是一直後續的用在Artis也好 或者是這個Vios 一直到現代的引擎 都還在用這個連續可變氣門的這個VVTi的引擎 那當時它算是一個始祖 再來第三個 舊款的老卡用的是鑄鐵的引擎 比較重 在這一代的卡羅爾拉也改成鋁合金的引擎 無論油耗上馬力的表現上面 都好很多 我覺得這台車啊 現在在市面上 你想要找到一個 車況跑得回來收藏 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是一個老伯伯 它換了那個R.A.V 你要請我去把它收回來 那我們現在看這台車喔 有霧燈 然後兩顆燈有一點點的色差 這個應該會依照這個停放的環境啊 等等啊 應該會有關係 我等一下引擎蓋把它掀開 看是因為撞過 還是因為它停放停車場環境的關係 造成兩個燈的色差 我看引擎蓋 其實這一代車在台灣賣的並沒有很好 那時候賣74萬 74萬那時候已經可以買到什麼 Saviro 雅歌 還有這個Galant 金城武Galant已經買得到 所以這個車其實當時這麼小一台 在台灣賣的數量並沒有很多 就造成我們現在在市場上 更難遇到狀況好的 好我掀開我看一下 那時候齁 Toyota美歸的車 這邊都會有英文的這個號碼字牌 會有一組這個水箱架的編號 那這個掀開我們看到 包含引擎蓋子這個條碼的貼紙 葉子板的條碼貼紙 左邊的也都在 加上這一組號碼貼紙 我們基本上 掀開的時候 觀看這個顏色的 新舊的差異 馬上3秒就可以斷定這台車 沒有撞過 沒有啦 其實之前去中立窟的時候 其實就看過了 這車沒有撞過 可能比較重要的就是要檢查一些耗材 你看比如說這個油門線 已經鬆掉了 有沒有 這個油門線要調整 還是很危險 斷掉啦 還是說去趴倒啊 掉了啦 加油 油門就不離你 這個要注意 然後我看到這個大燈啊 看起來應該不是因為碰撞壞 我覺得應該是它 平放的位置的關係 造成 還是停在我這邊一年造成的射差 其實我也忘記我買的時候還有沒有射差 搞不好是停在我這邊曬太陽曬的 當時還有一個很特別啦 其實有時候引擎 雖然是直列四缸 它還是有這個擺放角度的關係 有些車像以前我記得 好像AXIO吧 排氣管就是坐在內側的 然後像這個排氣管是坐在前側的 為什麼排氣管頭段稱為八礁 你看這像不像一串香蕉 其實他們是盡量要設計這個排氣頭段是等長 你如果不等長的話會那個氣流會混亂 混亂你的點火會不平均 就會造成你的引擎震動會比較大 所以你不要看它白癡 彎進來就好了 不是 它也要順喔 你不能直腳 欸 不行 要順 要有一個角度讓空氣是順著走 好就跟家裡的水管一樣 它是要做順的 這樣摩擦力會比較大 我覺得 因為卡羅拉的東西都很耐用 我相信這個車主在這台車上面 應該也沒花到什麼錢 因為你包括看 它的風扇都還沒換過 你看它這風扇都還是當時原出廠的風扇 然後它的發電機 都還是Denso的 當時他們是Denso代工的這顆發電機 然後停了一年 看它的PowerU都沒有少 代表說什麼 方向機有管路OK 我用一年的時間來證明它有沒有漏油 待會兒當然小辰有空 我們要請小辰再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因為其實我之前 我回來開的時候 我覺得前面的 好像是舵桿有異音 好 我有預計這個底盤 應該要花費一些錢 不過這車真的耐用 我們去看一下那一裝 走 我去年買的 去年2019年 所以我2019年買的時候 胎是16的 可是現在已經20年了 它還是16的 所以這個輪胎可能也是需要更換的 雖然你看它的胎紋超深 深到不行 這很可憐啊 放在我這邊一年沒有開 這是難為它了 有沒有 就是跟你的杯子一樣 你把它放在冷宮裡面一年 寂寞難耐 高級手拉天線 好緊喔 井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不是每個地方井都可以解決的 看一下那一裝 當時它配就是這個灰色的皮椅 這台車有一個通病 這很容易翻出來 它這個設計有點奇怪啦 當時一個門板 然後就黏了一塊 這個東西上去 你看 上是紙的耶 這個時間到很多都脫膠翻開 整片都翻開 要重黏 成年的雙簾 應該這個也是要拆掉了 當時我記得有 當安跟雙簾的等級 然後呢 這一代很可惜 上一代它有配這個定數 來到這台車上面就沒有定數了 所以我們偉大的牛頭牌 從那時候就開始拔東西了 那時候你看它還是這邊 側面都有條碼 前門也有 後門條碼 前門條碼 還有這個葉子板條碼 這上面打的都是車身號碼 我很喜歡它的屁股 那時候有沒有 最流行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年代的車大牌都坐在這裡 那時候的流行就是 當你的車大牌坐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改到保險桿 然後這邊把它補平 March啦 還有以前的一些Lancer啦 大牌在上面的時候 就是改到下面比較屌 當你的大牌在下面的時候 就要改到上面比較屌 什麼日龜 美龜 烏拉龜 巴拉龜 歐瓦漢級龜 大家就是要改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好 我把它打開看一下後車廂 好 看完了 看後車廂有什麼好看 好 我們還是意識一下 後車廂條碼 你看那時候其實 那個年代我剛講的 CaroLA ASIO 那個年代 很多這個底板 都是用木板的 到這個時候 因為濕氣等等 其實到現在都爛掉 要不然就是那個甘蔗板很容易變形 那時候它這一代是完全的 有沒有 把塑膠都用進來了 沒有在管環保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到現在 就會還是很平整很漂亮 我們來看內裝 走 哇 你看 你看它這個皮都脫落了 我坦白說 當時我買的時候 其實沒那麼嚴重 可是在我這邊停一年 全部都掉下來 我這邊真的是虧待它 好 當時有雙安全氣囊 ABS 我們今天這台車里程是13萬公里 這邊做了一個置物盒 杜比的音響 然後這邊有一個杯架 這個車除了一些 剛剛我講的門板的通病 有時候這一塊 安全氣囊蓋也會掀起來 也是因為這個脫膠 年紀久了 會嚇死 脫落 它那時候很屌耶 它那時候這邊有一個點煙器 對不對 120瓦 這邊有一個 它有兩個點煙器 這個如果是Porsche的話 選配要有1萬多塊 很多人問我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security 就是你熄火上鎖之後 它會一直閃 有人說 小師哥 我關門鎖門之後 然後有一個燈 LED紅燈 一直在閃一下 閃一下 我說那個代表說 它有在保護你的車子 它其實那個東西 是給那個小偷看的 閃一下閃一下 證明說 我們有防盜 不要來偷我 就跟那個 很多商店的貼貼紙說 本店附有監視器有沒有 請微笑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好 走小城 那我們就直接話不多說 叫小城幫我們檢查 這一台一代神車 小城標準可以高點 沒關係 這台鳥蓋漏了 鳥蓋 看一下 後面都在漏了 有 這邊 所以它是往後請的對不對 漏油 第一個 再來 這一根變速箱的 鬆了 我上次講錯 我上次以為是油門線 油門線是誰 其實我上次有看到 所以這是變速箱線 這是變速箱的 控制那個換檔時機的 換檔時機的 我們先看一下其他的狀態 我熄火看一下皮帶好了 皮帶可不可以 我記得這台是跑內斂的 對啊內斂的 皮帶還算可以 水管啦 水管比較蠻重要的 可是它這個水棒不是要不要換 看跑幾萬啊 它現在跑我看一下 靠腰不夠電看不到 但是你剛剛這樣移車移過來有沒有 它的後引擎腳應該已經掛了 後引擎腳是不是頂起來比較好看 對啊 等一下我們頂起來看 對啊 欸這裡有一個有油氣耶 對 放上去漏油 我們這邊輪胎有沒有 這個鍵器啊不應該會有 那這個油可能是 我看一下是 垂桿 垂桿掛了 避震器有沒有漏油 避震器目前是沒有漏油 避震器目前是沒有漏油 但是已經沒有那個 煮泥了 煮泥了 這邊的煮乾就是好了 避震器也是沒有 沒有漏油 但是都沒有那個 煮泥了 來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後引擎腳 都老化歸裂了 後引擎腳 放在這個叫 前面的公字樑是不是 對 前面的公字樑上面 後下引擎腳 對那這邊也有 後前 我們也是要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整個都垂下來了 整個都觸底了 邊邊支撐的也都歸裂了 我看它這底盤耗材 應該買來都沒有換過的感覺 看起來是沒有換過 媽這東西他媽這耐用 我開是有咕咕咕的聲音 你要看是避震器還是 不是避震器 不是避震器 底盤的 開起來感覺就像那種 剁乾啊 拉乾啊那種聲音 那你有空要去開一下 那你說那個方向機的部分 方向機的漏油有沒有嚴重 方向機的漏油是不嚴重 方向機漏油是不嚴重的 方向機剁乾裡面 它裡面有個油風 通常這都是從油風漏出來 那這要怎麼修 所以才會 基本上都是換方向機 整支喔 對 因為送修基本上不划算 不划算 防塵道那邊是油的 防塵道是油的 防塵道是油的 通常都是內漏 就是從防塵道做乾那邊的漏力 那個油光漏 不過其實油底殼 這邊有一點點的油氣啦 有一點點油氣 可是這個都不算 應該說嚴格來講 這個不算是 它都沒有凝結啊 也不算滲 也不算漏 有可能是空氣中的油汙 也會影響到它 因為我看到沒有凝結啊 對啊 這裡又一點點啊 Mission 這一點點啊 油氣的感覺啊 對啊 可是也沒有凝結沒有滴啊 好啊 這個就讓它過了 好不好 PASS 這個車不錯喔 用到現在下水管 裡面都沒有秀 原來的嗎 你說捏的時候 沒有那個壓起來 沒有那個 溪溪鬆鬆的那種感覺 對 要不然你如果壓那個管子啊 感覺到裡面這樣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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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東西碎掉的那種 那個就是 裡面都生秀 嚴重的是冷氣有漏 從這邊拍 有沒有看到螢光色的 這就是冷煤裡面 有打螢光劑的時候啊 它滲漏的時候就會很明顯 它有可能是從這個街頭 冷排的街頭 那邊滲漏 因為那邊痕跡最明顯 如果是管子漏的話啊 通常不會在那個街頭那邊 這個看起來是從 接縫處漏出來 然後流到下面來 這個痕跡啊 就有可能是冷排漏 通常如果是水的話啊 乾掉就會像這樣子 不會有這個印子 因為我們車是往前開嘛 對 所以正常冷煤漏的話 我看到了 不會是往前漏 一定是往後吹 對 所以這個可能冷排 也要換了 可能也要換了 欸後避震器也看一下 欸 它後面拉桿還蠻多的欸 舊車的拉桿啊 都很多 其實它東西都是 我看得出都是新的到現在 都是應該原廠到現在 看它很厲害 後面看起來 避震器是都沒有漏油 那基本上後面的重點 就是看分放油管 油管一定要先看 因為這跟安全有關係的 那它油管基本上 都還蠻 都還可以用 汽油管的重控就 還不錯 我有個問題 就比如說現在這個老車 觀眾如果買這種老車回來 我怎麼知道它發電機是好像壞的 通常車子有幾個東西 沒有辦法預測它什麼時候會壞掉 第一個 汽油棒 發電機 啟動馬達 這三個是最難最難最難 說什麼時候會壞掉 欸有可能檢查是好的 一出去就壞 發電機會不會是 涼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電量 已經充電量不夠了 充電量不夠有兩種 一種是發電機本身的問題 一種是電瓶電壓太低 會顯示發電量低 電瓶已經沒辦法續電了嘛 啊永遠都那麼低的話 啊多累到它 對 所以像如果這個車 我們要量的話 也只能它發動量下發電機下的 大概的 的狀況 所以也不能夠確定它 沒辦法百分之百確定 它可以用多久 或是什麼時候會壞掉 可是很多人說 汽油棒譜沒有預兆 我自己遇到汽油棒譜 我是都有遇到預兆 偶爾會洗個一次火 但再發會發 或是我開開去加油 再加油 然後加完就發不起來 就發不起來 那是啟動馬達 或是汽油棒譜都會 對 只要是啟動馬達跟汽油棒譜 馬達類的 都會有這種狀況 先熱膨脹之後卡住 大概就這樣對不對 對 那發電機呢是主要 大部分會壞掉 通常都是碳刷沒了 這可能是屬於 第一名的原因 再來就是整流力 就只有這兩個 通常線圈比較少遇到 機率很少 好我們以發電機來講 最好的方法就是 可能就只有兩電壓 對 那發電量電壓 以國產車這種1800的話 以國產車1800的話 它只要在13.5以上 到14.5之間 它都算是正常 但是如果要預防的話 可以建議車主 在裡面裝那個電壓表 去監測 監測它的那個變化 這發電機的狀況 電燈壓縮機開的話 有的負載瞬間會掉到13左右 但是要看它 因為老車有的時候線路 組織比較高 對對對 那通常基本上 我們是低於13以下 就要進場做個檢查這樣子 比較保險 對 那待會我們就去算一下這個車 要整理多少東西 開菜單了 走 好我們現在出去試車 可是說底盤有聲音 我們就試一下 目前開起來 感覺避震器真的很軟 前面 軟到一個不像話 因為我感覺到整台車都在抖 都是引擎腳 馬虎走得更厲害 我們起步開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前面的避震器 基本上是 可以說完全沒有支撐力 所以它的阻尼 基本上都沒有 所以前面會感覺像坐船一樣 剛剛聽到的聲音 很多都是避震器造成的 剛剛我們聽到那個 利亞嗆的 它會是比較小的 摳摳摳 比較輕微的摳摳摳 那這一台的狀況 看起來是避震器本身的問題 不然通常像利亞嗆 這個就會有 然後會是連續的 摳摳摳摳摳摳摳 這個路段都沒有聽到 小的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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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摳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入試之後 然後再檢查底盤 這樣才會比較確認 是哪一個的聲音 這樣子試起來後面的避震器 算是堪用正常 但是前面的已經老化太嚴重了 在這裡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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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